前天一第二个出战3比0横扫安娜 开局前天一发反手长球 安娜正手抢攻失误 前天一正手掉直线 连续正手抢攻大角度将比分扩大到5比1 安娜正手打中路 正手快带反手位 正手压反手将比分追平 前天一反拉正手位 正手掉反手10比7拿到局点 最终11比8拿下第一局 前天一在第一局开局大比分领先 随后被对手给压制 紧接着强化正手的进攻 终于拿下关键分 到了第二局的比赛前 天一反手发球抢攻 反手辨正手位5比0开局 安娜搓长反手位 正手掉反手连锥2分 前天一正手变线 白短正手位 正手快攻11比2 轻松拿下第二局 前天一并没有一直在反手 跟对手打相持 而是利用自己正手 衔接速度快的优势 通过前三板的快攻 去限制对手 前天一正反手左右 两个大脚的 护台面积太有优势 所以千万不要和他打对攻 这样反而处于下风 之前孙颖沙与之交手 就是因为跟对手拼相持 前天一护台面积好的优势 就体现了出来 到了第三局的比赛 安娜反手衔接失误 正手抢攻下台 赤发球0比4落后请求暂停 前天一连续反拉正手位 正手抢攻失误 依然取得8比2的领先 安娜搓长反手位下台 前天一正手打中路 正手压反手11比4 轻松拿下第三局 自从击败孙颖沙之后 前天一正手的 使用次数多了起来 也变得很自信了 因为正手的进攻力量 其实比反手的进攻力量要大 但板球质量要高很多 能够凌风对手前天 一延续了之前 平朝联赛的状态 手感确实不错 不知道是不是看到了 前天一的表现 近日 日本球员伊藤美成表示 对于2024奥运会 如果上不了单打 他就不去巴黎 伊藤美成这个话说得很硬 也很霸气 虽然对阵国拼 已经是屡战屡败 伊藤美成的这份决心 还是挺让人敬佩的 实际上 他在巴黎单打上 积分落后平也没雨 差距并不大 东京奥运会伊藤美成表现 堪称完美 展望巴黎 他更想在单打上取得突破 作为外协会选手来说 伊藤美成在东京奥运会的成绩 已经是很完美了 混双夺冠 女团摘银 女单拿到铜牌 一届奥运会收获三块奖牌 这对于国拼之外的球员来说 真的是很不容易了 但是 伊藤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 对于巴黎奥运会 他已经对女团 混双这些项目上的突破 不是很感兴趣了 她的目标就在于单打 为什么她说不上单打 就不去巴黎呢 伊藤美成太想证明自己了 伊藤美成的性格 从小受她母亲的影响 就是在她睡觉的时候 伊藤美成的妈妈 也会在她耳边不停地说 只有你可以战胜中国运动员 只有你可以战胜他们 这就从小就灌输的思想 让伊藤美成很难改变她的思维了 一遇到中国选手 哪怕是落败 伊藤美成从头到尾都会全程打鸡血 血战到底 对于伊藤美成的打法 日本一些教练也提出质疑 认为她的生交打法 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 可是伊藤却说 我就是要证明给你们看 生交也能打出世界冠军 就是这样的信念 让伊藤美成在屡战屡败下 仍有一颗渴望冠军的心 实际上 伊藤美成确实不是在单打上 现役日本球员中最好的 平野梅宇早在2016年就拿下了世界杯的单打冠军 在大赛单打成绩上 平野梅宇是高于伊藤美成的 奥运会混双金牌的滋味 伊藤美成已经尝到了 女团亚军日本女队也拿了多次了 唯独在单打上伊藤美成 还没有更大的突破 不过 从目前来看 伊藤美成已经不再是日本一姐 攻防能力更强 相持实力 更出众的早田希娜 已经取代她成为日本新一姐 那么说 伊藤美成就没有威胁了吗 我个人认为 她的威胁还是大于平野梅宇 伊藤美成大赛心理素质过硬 临场变化多端 巴黎奥运积分与平野梅宇相差不大 日本的奥运选拔积分计算更为复杂 包括国内、国际的比赛 甚至还有国内联赛的成绩 从目前的积分上来看 早田希娜以597.5分排在第一 平野梅宇以392分排在第二 伊藤美成以365.5排在第三 早田希娜与孙颖沙的情况一样 积分遥遥领先 基本上提前锁定了一个巴黎单打名额 伊藤美成 平野梅宇 积分相差不大 距离巴黎奥运会还有一年时间 伊藤美成完全有可能反超 平野梅宇拿到巴黎单打名额 其实我个人认为 平野梅宇虽然在萨格勒不赢了孙颖沙 他在大赛上的威胁还是不如伊藤美成 平野梅宇是两面反交打法 这种打法与国平主力们的打法一样 没有伊藤美成那么怪 发球抢攻套路上 也没有伊藤美成变化多 赢下孙颖沙 主要是平野梅宇用速度压制住了沙沙反守位 没让沙沙正手的进攻火力释放出来 国平女队这些主力 除了孙颖沙之外 陈梦 王曼玉 哪一位都是以反手打天下的 相持实力远高于平野梅宇 就是下一次孙颖沙打平野梅宇 胜率也是非常大 相反 正如韩国选手田智希所说 伊藤美成每一次跟你交手 他都有新变化 伊藤美成的前三板抢攻还是非常先进的 一旦他前三板搏杀命中率高 那他抱冷国平选手的概率 还是要比平野梅宇高 另外 伊藤美成最可怕的一点是 他大赛心理素质非常过硬 不到最后一分 他永远不会放弃 每一次出手击球都十分凶狠 大有和你鱼死网破 血战到底的态势 我个人觉得 伊藤美成在大赛上 还是非常可怕的一位对手 绝不能低估他抱冷的能力 大家如何看待伊藤美成 不上单打就不去巴黎 运动员这种不服输的精神 还是值得赞扬的 你觉得伊藤美成 平野梅宇哪个威胁更大 不过也有人觉得平野梅宇威胁大 无论是对国拼的战绩还是目前的竞技状态 以及日本国内的积分 平野都强于伊藤 要论意志品质 平野也不输于伊藤 论经历 平野梅宇经历了地狱般的蛇服 如今王者归来 这份经历也是伊藤所不具备的 伦敦奥运会 如果上平野梅宇丹大 有可能是最大的黑马 我们要对巴黎奥运重视起来 日本的早田 伊藤 平野三人实力都不可忽视 若准备不充分 你团 你当冠军都可能旁落 做最坏的准备 争取最好的成绩